针对有民众要到大五轮沙滩海域进行沉抗活动 市长说他不反对也不会开阀 重点是民众的安全维护 我理解有民间的团体 因为开放水域要来大五轮沙滩做一些沉情 这样子的缘由跟他们的想法 我想我是能够理解的 那当天在他们沉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安排消防局准备动力救生艇 来维护他们的相关的一个水上沉情的安全 那不过就是盗轮这个沙滩真的是有一些风险 如果一般游客没有注意到 很可能随时就危及到他们的生命 所以虽然开放水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方向跟政策 可是我想我还是会以市民跟观光客的生命的安全 来当作我们施政的一个考量 当天如果要做沉情的话 我想我们是不会去处罚 因为他们并不是要细水 他们是表达他们的一个心态跟想法 这一点我觉得台湾是民主多元的国家 我们会充分予以尊重 也会派坐身体维护他们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进一步表示 很多游客来大五轮沙滩游玩 不了解当地的水文环境跟危险 就像我讲的这条线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划分的这么清楚 就像玩水的人也有的很熟悉当地的地形 有人根本就是第一次来玩 不晓得地形跟水象的险恶 不同的水上活动也可能带来不同的风险 但是本府其实很清楚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想有任何人再因为任何理由 在大五轮沙滩上再丧失他们的生命 这一点是我们要坚守住的底线 所以我想我们会用柔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一次的陈勤活动 我们也会顾及到他们的安全 至于他们的诉求 我想我们也会好好地纳入考量 内部去讨论如何做会更好 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告诉民众 这条线以外是危险的 你跨越了这条线 有一天你可能会丧失你的生命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市政府还是必须要有所作为 谢国良强调市府态度很清楚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至于开放水域联盟的诉求 市府也会纳入考量 内部会进一步讨论如何做才能更好 但市府要保护民众的想法 也希望开水联盟能够谅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是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你会不会变成后